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拉 今天来这条河转一下 看一下找不找得到宝贝 听说这条河里面很多这个西流石斑 现在是长水 这条河这个时候要长水长很高 他在早上的时候他就水会下 看一下有没有这些鱼会搁浅在这个上面 现在这边估计就没有戏了 看一下我找到一个石头还有这个 这个叫什么螺 这边没有戏了我们走到那边去 那边水还没有长这么高 这个是什么螺这个石头值不值钱 看一下这边 下面好多这种石头啊 这是早上水下现在中午长水 所以这只石头全部变冷这样子 这个拿和这个这个螺壳拿回去 看一下这边现在嘴还在长这个水长得非常的猛 水一边的流进来 这边好像有鱼的洞 真的有鱼油上来了 现在水在下面上来 什么鱼啊 这个应该是西柳石斑了 这个应该是西柳石斑了 爽啊爽啊 这边还有 这边还有 抓住两条了 它从下面上来 看一下这个鱼 不知道还有没有 这是什么鱼啊 这一条应该是西柳石斑了 这一条我就不认识 哇 这条真的有这种鱼啊 这个是 这个鱼应该是非常的好 这个水也是非常的清 刚才在那边走过来的时候 哇 那个水溜乎乎的 这个鱼是抢水的 它特别跟这个水抢 先放在这里 等一下死掉了 太小了 我也不认识 哇 这条还差一点不行 这边还有几条 这边还有三条 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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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个鱼 这个嘴巴上怎么有 有这个像是牙齿一样呢 看一下这里 是不是牙齿 好锋利啊 这个鱼 鱼 这个鱼 这个鱼 这里也行 这个鱼 现在这边又上来一条了 躲在这里了 现在好像感觉 这个水又退下去了 哇 这个鱼上来久的话会死掉了 看来这几条鱼要把它抓到那边去放了 不然等一下会死掉了 现在水又退了 奇怪了 这个鱼一直都往上跑 现在又没有看到上来了 刚才摄影师拿了一把伞 我把鱼抓到这个伞里面 来 四 四条 五条,哦,这里还有一条 应该没有了 走吧,走吧 这鱼还舍不得走啊 哎,有一条在那边去了 走了,回家吧 看他还在过呢 好,鱼全部走完了 这边水比较冰凉 哇,这个河里面怎么会有这种鱼啊 这么多,而且还很多 这个水会长会弱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也没有通海里面呢 或者是上面那边有水电站也不一定 现在过来看一下这边还有没有 哇,现在水又退了很多啊 就是这个地方深一点 现在水退了,应该是没有了 现在这边也没看到有了 有的话他在这个青苔下面也看不到 现在水退鱼也应该跟着退回去了 今天出来六大 还遇到了几条这个鸡饼 我也是第一只看到 那小的有斑的那肯定是西柳石斑 还有那的白的我就不认识 不知道叫什么鱼了 这种鱼应该是非常的好 都是生活在这些 和水比较干净一点的地方 这是长水 所以说水上面有一层这个白的泡泡 那边水流下去就非常的干净了 一点都没有看到有杂物的东西 好,现在回去了 没有什么收获就算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